今天活動就正式開始 我們今天的活動叫臨時小學校 臨時大家都聽到 好像是一個GNV之前常用的一個指揮 叫臨時政府GNV的臨時 那小學校他們就是跟教育工作有關 所以我們今天 要大聲一點嗎 那應該就是 音響的部分 這樣後面可以嗎 那我站遠一點好了 要不然他們都收到回溯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大概其實透過的是 比較密集的四個短講的分享 再加上 在五點到六點之間有一個 我們就演練看看這個開源協作提案 透過你的構想 來找到一些協作的朋友的這個過程 我們透過五點到六點的時間來試看看 那我們就先請今天GNV舊宗團的代表 Izabel 代表發言人 這一次的發言人 我們Izabel來說明一下 大家好我是Izabel 我是GNV舊宗團的參與者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在這個時間到這裡來跟我們實體的碰面 臨時小學校是我們從去年中就開始討論很久的一個GNV舊宗團的一個新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我們是希望在過去從2012年以來到現在 GNV其實和很多不同背景的參與者 包括工程師設計師 那像有自己的法律人 然後各種不同的NGO都有很多的協作 那但是我們在今年開始希望從去年中就開始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我們在社群一起協作的經驗 包括整套的法律機制 包括線上的協作平台 包括我們實體碰面的這些經驗 然後提案的過程 還有還有最後授權的分享 還有推廣還有講助金這些 這整個的流程能夠針對教育方面去做一些更多的著力和著墨 那希望能夠促成一些針對我們台灣教育界的一些專案 那當然我們是不是教育專業背景的人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能夠邀到很多一些從事教育專業的老師們 或是工作者學生 那一起來參與 那我們也很謝謝說程治教育基金會 還有聯合報院體工程來在資源上 還有各方面跟我們非常多的協助 因為有他們這兩個單位的支持 這個專案才有可能開始 那這個專案其實也是我們九松團一時以來所做的事情的一個形式 就是九松團在居民裡面其實不專注於某個特定的專案 我們在做的是提供一個 Infrastructure 就是一個基礎的架構 那希望透過這個基礎架構的機制 我們可以觸發更多更多不同的專案 那這也是我們希望在臨時小學校裡面 今天開學之後我們希望能夠逐步逐步慢慢達成 那也邀請更多的人一起來 那程治教育基金會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們支援了軍營品牌的成立 那因此我們透過他們認識了很多老師 那也促成了一些初步專案的發想 那面景工程各自從2012-2013開始就著重在教育方面 那過去幾年來他們也一直支援我們來從事 來做這個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的工作 對他們非常非常的感謝 那今天程治教育基金會的陳俊芬老師來到現場 可以跟大家揮一下手 對那還有余麗樂日聯願景工程策略長和策略長也來 謝謝他們 對那我們大家也非常謝謝說 我們未來在社群界一直都有很多新合作夥伴 那包括Ginley內部的合作夥伴像是Ginley國際交流 他們去年從去年開始辦的面海鬆 讓台日韓港這四地的社群有更多的連結 因此我們今天可以請到Mami-san 就是等一下有一位從日本來的講者 他會跟我們分享日本的經驗 那還有Go for Japan就是Mami-san他們在日本的社群 那在腿台地也是Ginley的專案 還有阿美與盟點 那另外AppWorks還有Git for Taiwan Mozilla Wikidata 還有台南的好想工作室 都很謝謝他們願意成為我們的社群夥伴 那我們也希望說未來有更多的社群夥伴 加入我們這個專案一起來執行 那我其實想要分享一個 我最近在搖滾區觀賞的經驗 那什麼樣的搖滾區的觀賞呢 就是最近大家應該知道有口罩實名制 然後口罩實名制之後 或者說最近在口罩之亂中有很多新的軟體 或是應用開發出來 那其實已經有很多相關媒體報導 比如說大家會說是唐鳳正偉他號召了一群工程師 來做各種開發 那政府部門開放資料的結果 促成這些新的軟體能夠實現 那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說唐鳳正偉和這些工程師是怎麼協作的 大家知道嗎 其實這個協作就發生在G0V提供的平台上面 那大概在 下一個 大概在下 在 有 就是在23號的時候好想工作室的豪爾 他其實是我們去年到台南半個小時一起合作的夥伴 他就把他自己做的這個口罩平台上傳到 就是在G0V的Slack General的Slack來發布 那發布之後就很多人就很有興趣在下面按讚 按信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子余也有問說 要不要在G0V的粉絲頁來幫我們做推廣 那這時候AU 就是第二張這個節奏 AU就說我們先不要急著Pow SNS SNS SNS是G0V的一個媒體中心的專案代號 然後有需求變更 那他就說他們明天下午開始 會開始去把API還有這些資訊去傳出來 那他PO的這個新聞 那之後從2月4號開始 就在G0V的General的Channel上面就開始有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那我們在G0V的HackMD上面也可以找到最完整的 就是所有利用這些API去完成的各種 包括Linebot 包括NPP 包括地圖 各種不同不同的運用 就是看了會讓大家非常感動 我想我在G0V的Channel裡面都會覺得 哇真的像是坐在搖滾區 因為在早上8點 我記得是2月 HOWER是2月3號來偷他的口罩地圖 那2月4號AU就是說 我們要改實名制 所以之前的口罩地圖就沒有 其實沒有辦法用 那HOWER自己也有開玩笑說 就是那個送命最短的一個口罩的地圖 但是其實很快就改成了那個實名制的地圖 那就有所謂全台灣最大的口罩黑客宗開始了 那其實這個黑客宗到目前為止 都在線上還繼續進行中 因為就是有很多需要還要修正還要修改的地方 那這些溝通其實都在G0V的 Slack channel 還有G0V的協作平台上面開始 那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做這幾年來一直從事 就是說一直致力於去推廣這個協作精神 然後建立協作的機制 然後培養邀請更多朋友來參加這個協作的過程 還有活動 這是我們有看到讓我們最激勵的一個 一個非常讓我們激勵的一個經驗 那我們也期待說未來在教育界也許會有這樣的機會發生 就是會有老師或是學生他們提出他們的想法 然後就會有其他的工程師還有各種不同的背景的人 能夠一起來響應然後把這個需求給滿足 然後讓更多的人可以一起加入那也可以一起使用 那我覺得這一種就是台灣草根公民力量的展現 那也是讓大家從酸米變成真正公民的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那這是我們最好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那也歡迎大家加入搖滾區一起來看看 之後G0V的平台上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小貝爾 那事不及時我就開始今天四個議程的分享 那首先我們先邀請台師大的陳秀芬陳老師 那